挺川游行人群在市政厅门前集合 一路走到炮台公园 游行队伍的横幅上写着川普法律与秩序 川普2020我们支持纽约警察 还有中共病毒杀害人民 打倒共产党的标语 沿途数百名NYPD警员为游行护航 期间游行受到阻挠 几个山乱者大声谩骂游行群众 打开余三挡在队伍前 不让游行队伍前进 还有人往挺川横幅上泼红油漆 试图攻击游行者 一名煽乱者甚至向华裔川普支持者 大骂对亚裔的鄙视性言语Chink 警察多次试图维护秩序 此后将几名煽乱者逮捕 这在美国简直是难以想象 在法律秩序著称的美国 竟然有这种暴力的 这种邪恶的光天化日子 几百几千个警察在场的情况下 这个安提法和这个Black Lives Matter和这个安提法 他们是实时差的暴力组织 而且他们才是真正的法西斯 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 想搞社会主义毁掉这个伟大的国家 社会主义就是让人们没有自由 社会主义就是要共产平均 别人的辛苦劳动所得 就是要在上学就业上都要搞种族肤色的 来进行平均分配 这种大锅饭我们受够了 这些人 这些人想在美国再搞这一套 绝对不可以 游行最后在警察的保护下 安全落幕 新唐人记者 施萍王云赫 纽约报导